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不是已经造成势力的障碍 假如说它长在后脑 小脑 它会产生平衡功能的障碍 所以根据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性质 它破坏的神经脑子的功能 区块不一样 对应的神经损伤的表现也会不一样 但总体来讲都是由于神经脑子受损伤以后 所带来的相对应的临床症状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是这个 整个由于这个是压力高造成的 它有占位 我们叫乳内肿瘤 叫乳内占位性病变 它总体来讲不是脑子里面自己的东西 额外长出来的 它占据一定的体质 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这个压力如果说是影响到脑子里面的压力 增高到一定程度 就会造成乳内高压的一些临床表现 包括头痛 呕吐